海面上有疑似光点海巡队立刻前往实施救援 而抵达后海巡人员从海里将潜水的民众和力拉上救援艇 可以看到这名潜水客是已经体力透支了 先带你来看一段现场画面 事发在8号晚上11点31分 海巡署屏东恒春海巡队接获民众报案 在恒春河三场出水口东侧海域 有3名潜水客疑似体力不支 其中2人在萧布快旁边带救 而另1人则是疑似被海流带往外海 获报后也立刻派遣线上巡防艇前往救援处 海巡人员将潜水客救起后 经救护人员评估无需救医 而潜客对于海巡署紧急派艇协助也深表感谢